大家好 今天是4月20日 星期二 今天港股表現 跟之前一天的時間差不多 不過A股今天也有少少回落 有點難觸摸 我說個時 如果你看到過去這一段時間 其實你看到港股的表現就略為順於A股 A股在某程度上 都可以說在這一段時間 就有些突破 但你看到港股 都似乎有一次受制著 大概是29,000左右 29,000樓下又好像今天有些支持 你看到它都跌不穿這個水平 但是又跌不高 而且經常說 很多股份的表現 如果你看到以往的時間 如果市的氣氛是好 真的有些突破的話 按道理 市的很多成份股 的表現應該都很一致 但是現在你看到很分化 好像今天為例 你看到一隻蒙牛 掉百人之八之五 但又好像沒有特別消息 相反內需裡面 原來是一隻海底撈 又大蠻上來 所以這些市況 你也可以說 令大家應該看著市場 看得不好想看 我有朋友 有傳媒朋友 然後在下午的時間 我想有些報告 想拿來當作參考 問他 然後他 差不多3點多 4點才回覆我 原來已經是 真的睡著了 哈哈哈哈 他說看著市場 都真的完全 都不想看 所以我也明白 這些市況 令人 都不想來市場 不過 A股 其實那邊 真的不差 你看到A股 就真的在 叫做 這段時間 自從 升穿 3450之後 就真的好像 那邊 好很多 我看看打後的時間 究竟 能不能夠維持 這個強勢 但是 現在這段影片 都是差不多6點 左右的時間錄 其實外圍的市況 又變差了 即是 歐洲也好 好像 美國的 美期也好 都是下跌的 而 港股這邊的 夜期 都下跌了80點 為什麼 跌這麼多 都沒有特別的原因 但是 疫情 的影響 我覺得大家 都是要關注一下 我不知道呢 可能最近 事件比較悶 我又看回 疫情的資料 我還是有點擔心 印度那邊 印度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試一下 搜尋印度 疫情的狀況 好像也挺嚴峻 挺嚴峻的 所以大家 都是要 都是要 自己 小心身體 都是要 用個人的 衛生 這樣 都不講那麼長了 藉著講一下 股份 好嗎 今天大家都應該是關注點 焦點 都放了在3690 即是 這個叫做 美團身上 其實昨天 我拿了那份 叫做 Term Sheet之後 其實都 都看了很久 因為 昨天那份 這件事 我想不是太仔細 甚至 好像太陽 沒有看這些 什麼 都看了那些 痾頭 今早再看那份 通告 就明發了 公司就是配股 以 以 以 舊換身 叫做什麼 對 以舊換身 沒錯 這個叫做配股 然後 再 發行 CB 即零式的CB 那些 集資 大概是 100 美元 其實 其實 以這個情況去看 其實這次做法 很明顯就是 集資 對嗎 集資所得 就是 加強一些研發能力 可能一些無人機的配送 這些 這件事 這件事 今天的評價 是很正面的 大家都覺得 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有多些彈藥 可能有利益之後的發展 但是有些行 我會覺得 搞笑一些 類似說 它的錢多了 多於 京東 多於 拼多多 這些 其實 集資 以這個 是一個好的因素 我又不覺得是 其實你集資 所得 或者集資之後 集資 就是錢 集資 就錢多了 這是一個固然的事 那你又多於拼多多 多於京東 只不過就是 假設你要消錢的時間 你多一點資金 跟人家消 就是多一點 蛋液的 但是 如果這樣算的話 拼多多 京東 也可以同樣地 可以普通集資 對不對 因為它是集資的錢 如果你有很多錢的時間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大家都可以輪著去集資 這不是一個 你看到的原因 反而你說 競爭 可能你說 集完資之後 多多錢去研發 加強有競爭力 這個 聽到它好聽很多 對吧 聽到它更合理 我都傾向於這一點 我都傾向於 就是說 公司 它本身就是這一步 都是想這樣做的 所以 對 我會覺得 當然 你說它的前景方面 我看法是比較中性的 因為 其實我前路上 你集完資 你說集完資之後 沒錯 你打了它更多 你燒錢的力量 你會更加強 你可以燒久一點 但是這樣 是否一件好事 或者這樣 是否等於說 你的表現會好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 我只可以說 你現在多集完資之後 市場反應是好的 那就好 看看你之後的發展如何 但是 正如它之前的公司提到 你現在處於一個 調整階段 一個 起動的階段 很多事情 都處於一個 燒錢的情況 而且燒了多久 不知道 所以我會覺得 對於它前景的看法 不是太過 完全正面 甚至就是說 因為本身 你現在 之前有些 就是叫做禁售期 有九十仙的禁售期 過了之後 有機會 就會 都會被人減少 再減少 第二 就是 你本身現在 似乎現在 面對著一些 政策風險很高 就是 這個叫做美團 所以 這個股份 我看法 是比較中性的 我看法 不是 真的不是好 所以 如果大家未有貨 都不建議 大家 反而 你突然轉 你問 騰訊 騰訊 也是我的 智愛 這隻 沒什麼意見 騰訊 反而 可以去想想 610元 也可以 其次 另一隻 就是1909 火岩控股 這隻做遊戲 但是股價 才是很誇張 很誇張 有朋友也問過 這隻是 什麼一回事 但是 因為我對他不熟 這些股份 還有這些真的擺明 都不知道是否會被變 這些我自己猜 但是 對於他沒有什麼研究 還有做遊戲的話 我不覺得 他 他OK 現在這位 就是做遊戲的話 我覺得他有很多選擇 我也是傾向於選擇 就是說 好像騰訊 網耳 這些 會比較好一點 另外 還有一隻 之前推薦的 15 和記 和電 香港 這隻 今天突然之間 股價 爆升了 原先 我也是推薦它的原因 就是說 大家可以說 收納息 有些衝景派特別適的因素 還有 5G 有幾個特大 有些比較好的表現 還有 還有 這隻 但也沒有想過 就是股價 突然之間 會彈得這麼厲害 研究實際上也不算厲害 只不過 因為價格長也不動 突然之間 有這些移動的話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你說 究竟現在 沽不沽貨好呢 說真的 我看你有4萬股 你先考慮一下 減持一半先 減持一半先 至少有些錢 拿一袋才會比較好 如果那2萬股 你就考慮一下 拿著它 甚至真的長拿著那2萬股 可以 因為如果你假設你沽2萬股 你的成本價 就會再跌下去 所以 就變成 這隻股份 可以的話 等它的價格 回回一點 再想一想 這樣會好一點 但是 這些股份 就是要放的 即是你說這些 不可以炒的 跟其他一些股份 相比的話 這些股份 是要給點耐性 放在火線店 這樣 另外 我想說到兩個玩法 其實一個就是 這個 叫做 封電玩法 或者是光鋪 那些光鋪 那些生命原法 其實之前的時間 大家不知道 哪些印象 曾幾何事 有些大行出了報告 就是擔心補貼會 減掉 當時它的股價 都立即有很大的反應 跌了很多 但是現在的行 突然之間 就好像說到 不會減掉 那些股價 今天的時間 又帶回上來 這些擺明是 一些政策的 因素 影響著 還有就是 那些行 因為那間行 同一間行 就是那間行 之前的時間 就走去 即是說 有些政策風險 現在就說沒有 所以 是 搞笑的 但是怎樣也好 如果這個解釋 不切這些補貼的話 按道理 但也好合理 我覺得也好合理 所以 大家都可以 少許跟蹤一下 另外就是 教育股 教育股 是說 習主席說的 對一些文辦 職業先修學院 那些好像就為這個因素 但是這些 又比較短線 還有就是 教育板塊 過去的時間 很受政客影響 所以這些 一些我建議大家 都是 沒有 看看就算了 還有有時候都說的 教育股 我真的不懂得分析 因為 沒有在我們讀書 而且對於 他那套 教育制度 沒有太大興趣 所以這些文化 留給大家 有哪些 是熟悉的行程 的話 大家自己去想想 但是 對於我自己來 因為真的不懂 所以 現在這一刻 就不推介 任何教育股 對 那就暫時 因為 其實今天 真的市場 比較悶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沒有什麼特別的股份 可以 值得 和大家再談 我們又 明天再見 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留言給我 明天再和大家 再談 一些股份的問題 拜拜